2024年4月1号了 各位老板依法爱国了吗 这个不关了 3月29号啊 有一个大新闻啊 说美国和英国正在审查一笔啊 通过俄罗斯一家虚拟交易所进行的 200多亿美元的加密货币的交易 北约方面称 证据已经非常的缺早了 只不过呢 是希望这个国家呀 要点逼脸 自己站出来承认了算了 并且呢 北约比较坏 北约是真坏啊 他还给这个国家呀 画了一项 就有点像大家抓嫌疑犯 不得画长什么样吗 脸上有没有痣啊 是不是大小眼啊 是不是长得跟菊花似的 长得跟包子似的是吧 喝口茶笋会不会一脸的痛苦表情 哎呀 是不是 这样就比较形象比较容易抓住 那么北约给的这个国家的指向啊 第一 这个国家不用公开投票 也不必通过议会决议任何问题 就可以随便的往外撒钱 这里翻译一下啊 对于中国人民而言 这叫撒币啊 不叫撒钱 很显然 这是一个一个人说了算的国家 第二 这个国家一直以来都在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这话说的对 最近这几天啊 从太原啊 西安啊 纷纷的爆出喜讯 向俄罗斯开出货运专列 那货车里头啊 啥都有啊 要啥有啥呀 琳琅满目啊 哎呀 感谢俄罗斯吧 给中国创造了就业 消耗了中国巨大的产能问题 第三 这个国家肯定不是民主国家 而是和俄罗斯同命相连的兄弟国家 第四 这个国家不是非洲国家 也不会是一些小国 非洲国家都很穷 小国也根本拿不出来这么些钱 全世界都在猜 这个国家是谁 咱们心里心知肚明 你说他会不会要点逼脸 自己站出来呢 就是我给的 就是我干的 我就是用加密货币给了俄罗斯 占住了两百亿美元 你能把我怎么样 其实就是站出来说 如今这个社会又能如何 但是呢 咱们对这个国家呀 就特别的熟悉 自古以来 有史以来 就是当婊子还要立排放 既要又要的德行 伟大的传承骂 红色的基因骂流淌 他就是这个玩意儿啊 这个人 首先一个 他就是不想露脸 就是不想让全世界人民知道 他跟俄罗斯是穿一条裤衩的 第二 这笔钱呢 还就是不给不行了 就算自家已经吃不上饭了 自己已经饿肚子了 都要亲自出去跑外贸订单 接见美国英国欧洲的这些工商界代表了 老乡们 回来吧 中国的营商环境可好了 越来越好了 我们继续开放包容 我不跟你们玩脱钩了 来吧 然后呢 把老外都给吓跑了 为啥吓跑了呀 你这边讲着开放 讲着招商 讲着营商环境好 那边继续讲着中央集权 党管一切 国有企业 才是经济发展的基石 才是中国市场的核心 你这不就是吓人呢吗 自己听着好像是挺他娘的 有道理 对于这些外企外商而言呢 你这话就是要搞独裁呀 就是要摧毁市场经济呀 就是要赶跑外商啊 人家还不跑 等着被你统战 等着被你抓间谍 等着被你没收收归国有 还是等着你给派个党委书记 帮老外管管企业 给老外指指方向啊 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够啊 从牙缝里省出来啊 从老百姓的牙缝里 累紧老百姓的裤腰带 挤出来200亿美元 给到俄罗斯 从这往下一推理呢 俄罗斯是真没钱了 小兄弟再不给钱啊 老大哥就翻脸了 上期节目咱不用了一标题吗 普京是惹不得的 惹翻了 是不好办的 能把小兄弟的屎都给打到裤子里去 是吧 所以呢 才会出此下撤 想尽一切办法 藏头露尾的 然后呢 在中国有句老话 叫做贼不妙 拉拉一道 这是东北话啊 拉拉的意思呢 就是漏了 这个就是形容一个偷米的贼 扛着半袋子米 然后米袋子上有个洞 一边扛一边走 第二天 人家顺着这一路上的米粒 就找到这个贼家了 这叫做贼不妙 拉拉一道 中国干的不就是这个事吗 他以为啊 虚拟货币 比特币交易 根本就查不着 中国大陆简体中文区的脑壳里面 对于比特币啊 虚拟货币啊 虚拟交易啊 区块链啊 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 分布式存储物 去中心化 然后给你讲的头头是道的 你再仔细一听 他给你讲一个小时 又不想又不臭 连个屁味都没有 然后他愣说这就是个屁 我就是发了一个屁 哎 其实呢 这就是很符合中国简体中文区的 那个脑子 那个认知的一个特点 那中国的高层呢 也这个屌样啊 他也真信了 哎呦 用比特币交易 这谁能发现是中国干的呀 是吧 你看往俄罗斯 运粮火车皮的货 大家都看见了 我用虚拟货币 你们还能发现 没想到真的被发现了 这可怎么整啊 是吧 这两百亿美元啊 要是被国际社会拿到确凿的证据公开出来之后 这个俄乌战争到最后的结果 对于我们对于中国而言都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啥 我们就可以明确两件事了 第一 有个人会被送上军事法庭 国际法庭 会被判处啊 跟普京同案同罪 也就是战争罪 那么这算是一个好消息 第二个呢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 那些支持乌克兰的国家 反对战争 反对侵略的国家 有140多个 有欧洲国家 有美洲国家 几乎囊括了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 那么这些国家呢 会紧跟着这份证据 紧跟着这两百亿美元的上款 你想做活雷锋吗 你还不留名 我们就调查一下 这个雷锋他姓啥 是吧 调查出来之后呢 那全世界肯定是像制裁俄罗斯一样啊 王死里制裁他的盟友啊 堵上这个漏洞啊 之前每次一提国际制裁 老王这就咬牙切齿的 竟扯鸡巴蛋 没乱子用 原因不就是这个吗 你制裁俄罗斯 不制裁他的盟友 那你这制裁不就等于一场空吗 有个屁用啊 俄罗斯的石油不让卖了 他卖给白俄罗斯啊 从白俄罗斯出口啊 从中国出口啊 从朝鲜出口啊 是吧 你制裁得了谁啊 然后自己正常的 假惺惺的制裁俄罗斯 然后跟白俄罗斯 跟中国做买卖做生意 那你们在玩啥呢 不就是在表演吗 所以呢 这两百亿美元 要是真的被查实了之后 他也不得不 就是逼着欧洲这些国家 逼着美国 逼着加拿大 逼着澳大利亚 以及全世界那些国家 哎来吧 就算是舍不得中国的大市场 舍不得这块肥肉 他也得忍着 从江湖上 从道义上 从国际关系上 就开始咱们选边站吧 这个真的到了选边站的时候了 没有这两百亿美元 可能啊 大家还假装没看见 装傻充愣 还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参与了 就是这样吗 那副嘴脸 是吧 特别是坐在联合国里的那帮人 那副嘴脸 大家都看得见 那么查实了之后呢 谁也不能假装看不见了吧 哎 这个时候所谓的选边站 就是要么跟支持乌克兰的站在一个站好里 咱们一起做生意 一起玩贸易 一起搞死俄国 搞死他的盟友 是吧 要么呢 那你们你们一起玩去吧 跟俄罗斯 北朝鲜 叙利亚 伊朗 缅甸 老挝 柬埔寨 纳欧路 多米尼克 等等这些国家 你们一玩去呗 是吧 还有中亚那几个国家呢 吉尔基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你们玩吧 是吧 你看跟他们做贸易 跟他们交朋友 到最后的结果是啥 一块穷去吧 是吧 一块死去吧 哪有一个像人的呀 所以这个选边 咱们都不用掐指一算 他肯定会选好的 所以最后的一个局面 就是中国也会面临 像俄罗斯这样的 全方位的 从政治经济 金融 货币 军事 高科技 等等一切一切 全方位 海陆空 立体化 无死角的制裁 那么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呢 这好日子就来了 中国已经做了十几年的准备 用三年的瘟疫 还搞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练兵 你们以为那是一场应对突发病毒的全民演练 但是对于历史而言呢 对于高层而言呢 全民演练这个玩意儿就是为了应对突发的突然的闭关锁国的局面 那就玩内循环吧 玩计划经济吧 伟大复兴就实现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更邪性更恐怖的可能啊 有可能这孙子会破罐子破摔 直接主动的卷进这场战争里去 正好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位之后发表的第一个总统宣言 就是春季征兵令嘛 前线死人死了太多了 俄罗斯青年该死都死光了 该跑也跑光了 怎么办呢 没事有兄弟 对吧 有盟友 这要钱给钱 要粮给粮 要物资给物资 要人命那有的是 中国现在剩啥了 啥都没有了 就剩这点人命了 十几亿 大好青年拿去 你是整个扔到战场上 还是嘎碎了 当补给 放在后勤仓库里冻上 随你一遍 兄弟吗 盟友吗 死也死一起去 要真有这一天啊 那中国人民的春天可能真就不远了 有的时候你说好消息吧 它是一个令人急被发凉的坏结果 有时候你推断出来一个恶果吧 反而呢再往前看一步 又能看到一个一片光明的春天 你们就偷着乐吧 哈哈哈哈 哈哈 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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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